第十四真言之结论 短暂的生活 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第三章185节 这是对疏忽之人的沉重打击和严厉警告 我沉迷于疏忽 看到了现世的奢华享受 而忘掉了后世生活的私欲啊 知道这样的你像什么事物吗 你像一只鸵鸟 看见了猎人而不会转身飞逃 将头深深地埋进沙地 把巨大的身体留在沙外 以为这样猎人就不会看到它 其实只是自己将眼睛埋入沙里 看不见猎人而已 思欲啊 看一看下面的例子 仔细思考 一个将眼光只局限于现世的人 是如何使甜美的幸福 变成难熬的痛苦的 假如巴尔拉镇上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十之八九的朋友都去了伊斯坦布尔 并且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只剩他一人在镇上 而且他也在准备去那城市 因此他天天向往着伊斯坦布尔 也经常梦想那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论什么时间 如果有人对他说 快去那里 他就会高高兴兴地 毫不犹豫地出发 至于另一个人 虽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朋友都走了 只剩他一人 但他认为 他们都到可怜的情景 而另一部分 则被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的想象中 或许他们遭受了灾难 已经家破人亡 这个可怜的人 便开始寻找朋友的安慰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客人 他想通过与他的交往 来淡忘那种分离的痛苦 思域啊 你的所有朋友和他们的头领 以及最受安拉宠幸的使者 愿安拉拂佑他 此时都已在坟墓后面 所身无几的人们 也要离开你们去那里 因此 不要被死亡吓住 不要害怕坟墓 也不要用逃避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要勇敢地面对坟墓 弃听他的要求 要豪迈地微笑着面对死亡 看他要求什么 千万不要忽视 向那第二个人 赐欲啊 千万不要说 时代不同了 追求变化了 人人都沉浸于今世 比如崇拜般的热爱现实生活 他们为谋生而迷醉 如醉如痴 但是你别忘了 死亡没有变 分离也没有变成永生 人类的无助和软弱无力 不但未变 反而增加 人生旅程并没有停止 反而变得更快 因而 也不要说 我跟人人一样 因为 再好的朋友 也只能交好到进坟墓之口 那时 只剩下你自己 所谓与朋友同甘共苦 就可找到安慰 在坟墓后 毫无意义 毫无存在 不要认为自己自由自在 不受时间约束 其实 只要你用智慧的眼光 去看这个世界客栈 就会发现 没有一件东西 是杂乱无章的 无缘无故的 那么 你又怎能游离于秩序 和规则之外呢 甚至 到宇宙中的冲撞 和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 也不是偶然的变故 例如 当你看到有种力量 能把地球用最规范 最美丽 最细致的植物和动物 层层落落 延绵不断地打扮起来 看到 他们从头至尾都蕴含奥妙 他们都有条不紊地遵循着 某种秩序而运作 在你目睹了这一切 并理解到这一切时 怎么会把地球针对人类 尤其是 有信仰的人群中的某些忽视行为 而引起的内在痛苦和愤怒颤抖 像不信安拉的人一样 当成漫无目的的偶然事件 将那些灾难的无助的人 所有损失 当成毫无价值 毫无结果的偶然 以及 让他们感到绝望 实际上 这类事件 完全在 智瑞仁慈主的掌握之中 都是 要将信使们的 亦付财产 转变成相等分量的恩惠 并使之永恒长存 那也是 对忘恩负义之罪的一种 法属 有一天将来临 顺服的大帝 由于发现人类行为中 有着太多严重的信仰举办 及无信仰者的践踏柔宁 只使其面目全非 丑陋不堪 那时 他将会在造物者的命令之下 以毁灭性的震动 来清除那些垃圾和污秽 在安拉的命令之下 会将那些乙物配诸者 一次清除 并丢进火域之中 而对安拉信使发出邀请 来吧 请入居乐园 奇迹选路 崇拜是通向繁荣 与幸福的途径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عبد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وال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كم تتقون الذي جعل لكم الأرض فراشا والسماء بناءا وأنزل من السماء ماءا فأخرج به من الثمرات رزقا لكم فلا تجعلوا لله أندادا وأنتم تعلمون أعبدوا لكم أعبدوا لكم 第二章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